第三千三百七十章片可宁静 请可倾城 这是柳无邪对自己孩子的形容 可倾 你终于有名字了 范雅摸了摸孩子的脑袋 一脸溺爱地说道 周围亲朋好友路陆续续走过来 韩非子上前给柳无邪一个大大的拥抱 拜见师父 碧公语 蓝语 胡适 石娃 小洛他们纷纷上前 给柳无邪行礼 借着古玉 松林 小伙 孙孝 贺英武 范真 于智白 同山 阴盈 天行长老 诸葛明 韩老 龙长老 苗剑英 丰长老 柳天 柳星 穆月影 江乐 沈荣 一一上前打招呼 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 柳无邪一一点头回礼 请客间的功夫 柳无邪周围围满着人 还有一些陌生面孔 这些年从天道会中脱颖而出 也被他们带上来了 徐一铃 柳大山夫妇穿过人流 走到柳无邪面前 拜见父亲 母亲 岳父 岳母 柳无邪连忙给他们行礼 无邪 好样的 徐一铃上前 狠狠拍了拍柳无邪肩膀 两年多时间 他就在天狱站稳脚跟 远远超出他们的预估 父亲 怎么没有看到柳轩 柳无邪目光打亮一圈后 没见到柳轩 你不知道吗 柳大山疑惑地问道 知道什么 柳无邪一头雾水 就在你前往天狱不久 柳轩也收到天狱接引 你在天狱没见到他吗 柳大山皱着眉头说道 他以为柳轩会跟儿子一起来接他们 结果只看到了儿子 没有看到孙子 他也来天狱了 柳无邪连忙找来消绝 让他调查柳轩的下落 如果柳轩在下三玉 以天神殿的手段 肯定能找到他 从非陈根雅伯的例子 让柳无邪脸上蒙上一层担忧 如果柳轩的遭遇跟雅伯一样 恐怕很难在下三玉活下来 轩人不会有事吧 见儿子脸上流露出担忧之色 母亲言语连忙开口问道 母亲放心吧 轩人不会有事的 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他的下落了 柳无邪一副安慰的语气 让母亲不用担心 跟众人打过招呼后 消绝寄出非洲 所有人要乘坐非洲回到天神殿 以他们现在的修为 没有三五个月 都别想走到天神殿 当日柳无邪还是借助了飞行神兽 才成功抵达朔月城 非洲速度极快 一日之后 顺利抵达天神殿 天道堂已经建立好了 只等他们入住 韩兄 天道堂这边 我打算交与你打理 我需要尽快前往中三玉 入住天道堂之后 天道会成员井然有序 每个人各司其职 很快步入正轨 大殿中 柳无邪跟韩非子相视而坐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们 韩非子认识柳无邪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眼就看出来 柳无邪有什么心思 家人朋友刚上来 按理说 应该享受一段时间天伦之乐 听柳无邪的语气 似乎迫不及待要前往中三玉 你还记得先知门骂 门主临死之前 在我体内注入了一门血灵咒 如今三年多时间过去了 再不解除 最多一年半载 我就会死去 解除血灵咒之法 就在中三玉 对韩非子 柳无邪没有隐瞒 韩非子眉头突然紧皱 关于血灵咒的事情 他略有耳闻 那你找到破解之法了吗 韩非子关心地问道 破解之法师父已经告诉我了 不过需要我自己去寻找 柳无邪没有隐瞒 将破解血灵咒之法 一并告诉韩非子 你放心吧 我一定带领天道会 走得更高更远 韩非子沉吟了一下 答应柳无邪 接受天道堂 听到韩非子答应 柳无邪脸上流露出一丝笑意 我让人准备了酒宴 晚上我们不醉不归 两年多未见 兄弟之情不仅没有因为时间而产生疏远 反而更加亲密了 傍晚时分 天神殿为天道堂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五大店主 都听话 连老组都来了 欢迎天道会的加入 举办这场宴会的真正目的 是让韩非子还有父亲 母亲他们更快地认识天神殿高层 一直到半夜时分 柳无邪这才醉醺醺的返回云顶峰 几位妻子 傍晚的时候就住了进来 见到醉醺醺的夫君 他们连忙上前搀扶 慕容姐姐 她就交给你了 叶灵涵还有陈若嫣等人逝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慕容仪推到了前面 如今徐灵雪不在 慕容仪身份地位最高 她是第二个怀上柳无邪的孩子 慕容仪扶着柳无邪回到屋子 就别重逢 进入屋子的那一刻 两人就热情地向涌在了一起 一番憨战后 慕容仪躺着柳无邪的怀里 轻轻抚摸夫君的面庞 白天我看你在人群中不停寻找 除了找柳轩 是不是还在寻找另外一个人 慕容仪柔和地问道 你知道我找谁 柳无邪坐起来 右手搂住慕容仪的腰部 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自从你进入天狱后 水瑶仙帝再也没有出现过 谁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如何 我们去找过她很多次 都被拒之门外 慕容仪岂能看不出来 水瑶仙帝跟柳无邪之间 关系非同一般 当日施展的阴阳神展 早已曝露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顺其自然吧 柳无邪说完叹息一声 他觉得自己亏欠水瑶仙帝太多了 你的几位红颜知己 星目灵 玉罗刹 龙颖 他们早就来到天狱了 你没遇到他们吗 慕容仪一副打趣的口吻 言语中带着一丝责备 他们也来了 柳无邪脸上闪过一丝茫然 这两年时间 倒也遇到一些仙界天骄 大部分混得并不好 你还装糊涂 是不是金屋藏娇 慕容仪狠狠在他腰间掐了一下 认为夫君不可能不知情 除了下三玉之外 还有其他神玉 玉罗刹身怀修罗血脉 星目灵身怀罗刹血脉 龙颖身怀龙足血脉 我怀疑他们进入修罗玉跟罗刹玉了 柳无邪连忙解释道 接下来两人又诉说了一番相思之苦 从夫君口中得知 徐灵学已经前往了中三玉 慕容仪唏嘘不已 去陪陪他们及格吧 尤其是简姓人 他的性格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慕容仪将柳无邪推下床 这么多妻子 个个都有强大的背景 唯独简姓人 母亲早亡 父亲为了地点 将他卖给了顽固子弟 幸好遇到的柳无邪 才成功帮他脱离苦海 离开慕容仪的房间 来到了简姓二的屋子 柳无邪的到来 让简姓人受宠若惊 一番缠绵后 简姓人幸福地躺在柳无邪的怀里 跟慕容仪一样 结束后将柳无邪赶出屋子 这一夜注定是疯狂的 一直到第二天下五十分 柳无邪这才双手拖着腰 从白灵的屋子里面走出来 接下来几天 云顶风尚非常的热闹 每天充满着欢声笑语 距离天狱开启 越来越近 各大宗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无邪 目前还没找到柳轩的下落 天道堂大点钟 萧绝长老一脸内疚的表情 柳无邪让他做这点事情 竟然都办不好 难道柳轩不在下三玉 柳无邪没有责怪萧绝长老的意思 连天神殿都查不到柳轩的下落 估计柳轩不在下三玉 柳轩的魂碑一并被带上来了 完好无损 证明柳轩还活着好好的 无邪 你也别着急 我已经抽掉更多的人手 打探柳轩的下落 萧绝站起来 一脸郑重地说道 不必 眼前天神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寻找柳轩的下落 暂且放一放 柳无邪摇了摇头 他不能因为自己 耽误了天神殿的大事 听到柳无邪这样说 萧绝也不好再说什么 送走萧绝 柳无邪将天道会高层都召集到一起 他们应该也知道了 天狱即将开启 众三玉将在三日后开启 届时我会想办法争取一个名额 这样我就能前往众三玉了 今日叫你们过来 第一是宣布此事 第二是尽快将天道会发展壮大 我有种预感 天地开始变得不平静了 柳无邪目光横扫一圈 对着众人说道 吞服了清明果 他对天道产生了冥冥中的联系 无邪 你又要离开我们了吗 听到柳无邪又要离开 每个人顿时伤感起来 尤其是母亲言喻 开始轻声抽气 几位妻子因为早就知道 此刻情绪倒还算镇定 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伤心 这些年他们已经习惯了 聚少离多 他们要做的 只有在后面默默地支持 大家都打起精神 想要在天狱站稳脚跟 我们坚决不能脱无邪的后腿 眼前要紧的事情 大家努力提升修为 见众人情绪不佳 韩飞子站起来 让大家都打起精神 韩飞子一番激扬陈词 让众人脸上的伤感逐渐散去 没错 只要努力修炼 总有一天 我们也会踏足重三欲 众人的情绪 很快被调动起来 安排妥当后 柳无邪接下来两天时间 好好陪陪妻子跟家人 这段时间谁也没有过来打搅 两天时间一晃即过 天狱开启正式来临 就在最后几日 南东尧姬彻底卸掉店主之位 由兜天化接替 此刻言无吵 早已人满为患 关于天狱开启规则 柳无邪半年前 就了然于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